那么有关习近平外访的更多消息 我们要立刻连线特派圣和赛的记者张凌云来带我们关注 凌云你好 那么习近平抵达哥斯达里加之后 有一些什么样的访问行程 是的亚方 习近平对于哥斯达里加的国事访问的活动呢 基本上都集中在今天举行了 那当地时间今天上午 他首先呢会去到总统府出席 有总统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 不过这个欢迎仪式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们知道呢 哥斯达里加是没有军队的 那他是在1948年就已经取消军队了 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欢迎仪式上呢 并不会有像其他的这个国家的欢迎仪式 有检阅仪仗队 或者是有军乐队奏两国的国歌这样的安排 那么两国国歌是由哪些乐队来演奏的呢 就是由当地的中学生的乐团来演奏 那么在检阅仪仗队的这个程序呢是没有的 所以可以看出呢这个安排是既隆重又简单 而且还非常的特别 那在出席了欢迎仪式之后呢 习近平会和哥斯达里加的总统呢举行会谈 最后两人就会出席一系列协议的签字仪式 那其中呢就包括一些比较大的项目 比如说是帮助当地新建这个炼油厂 以及修建公路 那这些项目呢 其实双方都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接触和探讨了 在这次的访问中呢是有实质性的一些进展 另外呢还会签署中国向哥斯达里加购买农产品等协议 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整个的访问当中 这个经贸合作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另外呢习近平主席还会和哥斯达里加的议会的主席进行会面 亚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